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苗 今天要來跟各位講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行政院蘇貞昌院長呢 在3月的時候呢 推出了一個同性婚姻的專法草案 然後立法院呢很快的就把它排入議程 現在已經到了禁腹二毒的階段了 那最近呢這個禁腹二毒的政黨協商冷凍期呢 也已經快要過完了 所以現在立法院呢 其實呢正在遭到非常嚴重的蒙蒙危機 什麼是蒙蒙危機呢 就是你知道那些反對同性婚姻的人 他就會開始動員大家狂打電話去給立委辦公室 把立委辦公室的電話都打爆 浪費立委註的時間 他叫他們要反同婚之類的 那當然啦 如果我們真的想要好的改革發生的話 我們自己一定還是要再繼續做一些努力 所以呢我想要來邀請你參加一個 給立法委員愛的鼓勵的行動 這個行動呢相當的簡單 首先呢請你先到下面這個網址 或者是便利商店 那輸入列印代碼之後呢 來列印出這一張 就是我們要寄給立法委員愛的鼓勵 請記得一定要雙面列印 這是第一步 接下來呢 第二步就是拿出你的筆 在下面簽上你的名字 請記得寫你自己的名字 不是寫我的名字喔 接下來翻到背面 在左上角寫上你自己的名字和你的地址 接著呢在中間寫上你家選區的立委的研究室地址 以及立委的大名 如果你不知道你家選區的立委是誰也不知道他的研究室地址的話呢 請你點選影片的說明文字 我們有幫你整理好 接下來按照我們已經畫好的虛線 把這個信折起來 然後呢用膠帶把信貼起來 下一個步驟非常的重要 請記得一定要貼上郵票 這樣子呢我們要寄給友善立委的愛的鼓勵就已經完成了 接下來呢不是放在你的桌上 請你把它拿去距離你最近的郵筒 投進去 立法委員就會收到你寄給他的鼓勵信了 很多反同的人啊 都會一直威脅立法委員說 如果你支持婚姻平權的話 下一次選舉就沒有票 所以有很多立委呢感受到相當大的壓力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我們更應該拿出具體的行動 來鼓勵在這麼堅困的情況之下 還願意繼續支持婚姻平權的委員 唯有最具體的行動 讓這些委員感受到實際上的支持 這就是這一次行動的意義 我們希望用正面的方式 鼓勵更多的立法委員 可以站出來 可以支持婚姻平權 那讓行政院版的專法可以通過 那至於還不足的部分 我們之後當然也要持續的努力啦 不過據講說以後還要怎麼努力什麼之前啊 拜託 這麼簡單的行動就邀請你一起來做 讓所有支持婚姻平權的立委 都能夠感受到我們的支持跟善意 讓婚姻平權的專法可以早日通過 就先這樣子啦 趕快把這個信印出來 然後開始行動吧 掰掰